軍委主席鄧小平 現在坐著一輛轎準備出來閱兵 鄧小平是國家軍委主席 亦都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鄧小平呢 坐著一輛才剛到過八十歲的生身 社會主席 前到建國三十五十年 首人部隊 跌跌萬筆 千歷監獄 決定中指揮 請指揮 這次閱兵總指揮秦基偉就是向鄧小平反略說 一切已經準備就緒了 可以接受檢員 我們見到鄧小平雖然是八十多歲了 但仍然是精神相當好的 這次閱兵總指揮秦基偉 亦都是北京軍區司令員 我們見到鄧小平前面有幾個咪咪在這裡 我們見到鄧小平前面有幾個咪咪在這裡 你們是三軍儀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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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時候跟宇章隊說 你們辛苦了 你們辛苦了 凌生后 采取 作为越冰的世界 处编在 1995年前 也正常会 凌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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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戰隊來說是包括陸軍、海軍、空軍、武裝警察和民兵各個兵種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那些火箭炮車就等人來都會參加演員 這些武器我們見到一點了 的確很精神 這個裝甲部隊 據我所知這隻裝甲部隊檢疫裏除了5969的坦克之外 還有另一種更加新式的坦克 這隻狼鹿 20國 20國 19國 19國 20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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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縛大部據 比較詳細和待 名字臺臺 名字 request 名,在福氣 名字是不是 在详细之后就会发表讲话 今天的阅兵典礼除了阅兵之外 还会有群众游行 群众游行的主体部分就是彩车 这些彩车是分别来自 代表了各个单位和地区 显示出他们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而彩车的形式是表达出来的 其中包括用图案或者数字 是显示他们过去取得的成就 现在我看到背景有很多很触目的导弹 快点震撼 越兵總指揮秦基偉說,這次的越兵是要顯示出部隊的軍威以至國威,來振奮人民建設四化的決心。 距離它掩越移仗隊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這就是可能是中程或者是洲際的導彈。 現在的車是加速了,可能要轉入天安門城樓的了。 據北京方面的消息,今次的花車巡遊上將會出現一個會講說話的機械人。 今天除了北京有聖誕的閱兵慶典之外, 因為省、自治區和職核市都會有群眾的集會來慶祝, 不過就不搞閱兵和群眾遊行。 而中央還決定了從今年開始以後逢五和逢十周年的國慶日 都要舉行有組織的慶祝活動,但規模的大勢就有所區別。 長安大街十里長,就算是以這樣的車速也要行相當的時間。 在這裏,大家先休息一會。 我看見鄧小平坐著車回到天安門城樓下, 等待他們會在天安門城樓再次發表談話。 這個車是經過了六大河。 河下面呢,特別是放了幾百條金魚和二仙朝錦里的。 那兩邊的觀禮台呢,一邊是紅色的觀禮台, 另一邊是臨時的觀禮台。 那臨時的觀禮台呢,就是專門是給專程來這裏參觀觀禮的人在這裏。 那這個位置呢,是非常之靠近這個長安大街。 現在是分明的,某個主人士共和三個大陸。 官吳辭,是很明顯。 這裏,我們總督的早餐在天安門城樓下,